好 华联市长魏佳燕在日前邀请市民代表会共同前往左仓公园 听取园区未来的规划简报 那么世代会的主席李政伟 市民代表江如林 庄一杰 田真琪等人也都到场来关心 希望透过集思广益 让左仓都会公园的愿景蓝图持续的往前迈进 华联市公所积极推动左仓运动公园开发计划 日前向国发会成功争取华东基金500万元经费 用于左仓整体的规划设计 内容包括运动场 停车场 人行道等设施 而市长魏佳燕及市民代表会多位代表 在日前也共同前往听取园区未来规划简报 那今天也跟了我们国土署 那我们国发会华东基金争取了500万的设计规划 那未来可能会有我们的篮球的一个场域 那排球的一个场域 那网球的一个场域 那甚至于说我们极限运动场的这个部分 也纳入其中来做一个规划 那也希望说未来的整体规划 能够给华联市民非常好的一个运动空间 那也希望说整体做完之后 可能会有二企的这个部分 我们再持续的来规划 那我想未来左仓运动公园会是 华联市最大的一个运动公园 也希望我们所有市民朋友 热爱运动的朋友都可以来到我们左仓运动公园 我们也听到民众相关的一个建议 那包括我们近期在奥运的一个很热门的羽毛球项目 那包括地方也希望争取活动中心 那借由这样子的一个规划 让我们左仓运动公园有本身社区的活动中心之外 也能有一个室内的公立的羽毛球馆 那未来也期盼在中央的支持 以及华联市公所的努力之下 能将市政中心迁移到左仓运动公园 让我们华联市的车流量引进到左仓运动公园这边 舒缓我们华联市车流量拥挤的问题 那也带动我们华联市以西的发展 左仓运动公园的建设不仅是华联市推动城市更新的重要一步 也将成为市民交流和活动的优质场域 华联市公所持续努力推动左仓运动公园计划 促进华联市的繁荣发展 并带动当地经济与文化的全面提升 记者徐立琴欢联市报道